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自2002年成立到现在为止已经17年 经过了十几年来的勤勉耕耘 马来西亚的市场发展已较其他国家相对的成熟 并具有相当的规模 在东马 西马 许多州都有服务据点 为大马有机市场的领导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向世界呈现美利乐国际集团的发展版图 创办人投资了近马币4000万元 购置了马来西亚美利乐总部大楼 并耗资马币2000万元 装潢其硬体及软体设备 在2011年完成装潢并正式启用 总部大楼位于首都吉隆坡梦沙区的高级商业地段 这里也是多媒体超级走廊的黄金地段之一 为全世界的美利人们提供了一个优质的事业发展环境 美利乐蜕变人生平台 透过举办与巨人同行 实在重要座谈会 食物革命 T90等活动 提供了各种健康美丽的资讯 给予市场多元经营发展形态 更推广以无店铺低成本的方式投入 小本创大业的理念 在马来西亚 这个由马来人 华人 印度人 所组成的多元民族国家当中 跨越了国家地区与民族 语言平等地提供了人们 对变人生的机会与平台 其实美利乐是从马来西亚开始 就是当我们打赏 过了十五年后 今天美利乐真的是马来西亚公司 是什么公司 花旗公司 对不对啊 让自己梦想越大 不代表自己贪心 让自己更有钱 不代表自己贪心 特别人 对不对 我这样也就会做 我这样也就会做 反正是两辆 很快 很好 真的 新级皇冠董事周嘉莹 曾经升为打工族的他 月收入仅马币350元 他也曾经自行创业 但是因为经验不足而陷入了财务困境 全富的身家只剩马币两块钱 离异家庭的压力 周遭人的轻视和嘲笑 让他立志一定要争气 改变自己跟家人的生活 透过美利乐平台 以及凭借着奴隶不懈的耐力和毅力 终于了蜕变了自己的人生 并且以自身的影响力 帮助他人改变了更多人的命运 他们的故事精彩了美利人时代 你知道为什么这15年来 我还是那么的激情 在这样的事业里面 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 一个企业家会跟我的人生 产生这么密切的关系 这个时代 从工业革命到现在200多年 虽然为我们的人类带来空前的繁荣和进步 但是这个时代也带来了很多负面的效应 我们每一天到我们这一代 到我们这一代 我们每一天生活在 一个水深火热的世界里面 我们每一天都知道 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均匀 我们每一天也知道我们吃的食物越来越不安全 我们也知道整个生态环境气候的恶化 一一地把我们下一代连生存的条件都剥夺了 但是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只是一直看到 疾病和贫穷的问题越来越普及化 我们也深陷在里面 甚至我们看到很多很宝贵的真理上失了 价值观崩塌了 黑白颠倒是非不分 你们认同吗 所以美丽乐在推颤 有机生活普及化 大力的推颤 轻食上 我们的创办人 我们的总裁 以身作者这些年 不断的富裕 我们要起来轻食 每一个月轻食 我真的可以看到 当这个变成我们的习惯 变成我们的文化 真的这样的饮食习惯 可以为整个发烧的地球熬一切退烧药 全球起来响应有机 让有机生活普及化 还有企业家普及化 各位 我想告诉大家 美丽乐真的已经有了完整的方案 从我们的观念 从我们的心态 到整个我们的事业的发展 都把我们带向 企业家的这条道路 不是个人成功的企业家 是对社会有帮助的企业家 秉持着美丽乐 回馈社会的文化与感恩的精神 在马来西亚 美丽乐也积极地投入社会公益事务 像是2018年 马来西亚爆发肠病毒疫情 清寒学童的营养不足等等的问题 都有美丽乐集团的善行赞助 美丽人们的初心 不论在世界何地 始终如一 这是美丽人时代的骄傲 并且将代代缠成下去的 真诚善良 这辈人生 我坚持了16年 因为我关心的不是一切 我关心的是每一个生命 每一个生命 刚才我跟你说过 每一个生命需要爱 需要环境 需要自应 需要方向 但是 我自己本身 和我先生 甚至创办人 我们有共识 我们需要帮助更多的人 因为外面太多的弱势了 但是钱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我跟老杜王贵华 这是一个这样子 一个使命和坚持 但是怎么样都好 我是马来西亚人 我还是关心马来西亚 谢谢你们 从你们的种子 让我们的国家更美好 在今日天涯若碧林的 互动紧密的地球村 不管您身处世界的何地 我们都欢迎您 跟着梅利乐国际集团 跨国事业的格局 开展眼界 拥抱世界 蜕变您的人生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下个星期统一时间 将继续带给您 精彩丰富的内容 敬请锁定 MalaliaTV 我们下个星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